应用的心就是有 也就是波罗智慧 也属于眼影之心 即使内守悠闲 就算不攀岩外境 内守悠闲 定中独头意识 游是维系法称 仍然是染污的维系意识 分别援影之事 岂可认之为真夫 一般的众生 都到这个地方就没办法了 包括心理学家 哲学家 完全到这个地方 就突不破了 他就靠想象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世间 他会争论不休的 会争论 法律是人定的 他就会开始一直 一直执着某一个角度 宪法也是人定的 法律也是人定的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诸位 这个世间没有是非才怪 有人的地方 就一定有是非 人与人之间的纷争 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诸位 开悟的人懂得退让 没有开悟的人 就是一直进 绝对不让你的 在一个团体里面 他心中有所悟 他就懂得退让 他希望是一件事情圆满 如果不悟的话 他就会在这个团体里面 兴风作难 小事就会变成大事 就会这样子 所以金刚经里面那一句 所有修行人 你都要憋起来 无真是人中第一 修行他要进入无真 他才是修行人当中 最可贵的 人中第一 就是无真 无真就是不比较 不计较 什么都放得下 什么都看得开 懂得退让 可是反复没办法 反复你在一个团体里面 学佛的团体也是一样的 这个团体 如果是念佛 念佛念佛 突然有一个人提出 我们要用 波罗智慧念佛 要懂一点禅 他马上认为 你什么 马上排斥 这个就是知见利知 很恐怕的 八大宗派 其实不离佛的心 但是因为维系的法神 分辟的隐私在作祟 就是 许说某一个格子 佛法是没有格的 佛法是绝对的 是平等的 没有开始 没有来去生命 真简 是万法一如的 可是 因为人为的因素 不懂得真理 把它设定在一个框框 设定一个框框 认为这样叫做对 这样叫做错 为佛的教界 我这样叫做高 你那个叫低 这个是佛的心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悟真心 你会修得很辛苦的 懂得真心 心就是菩提 就这样放下 岂可认之为真夫 此断定 指令 绝观者 亦非 这个是判定 指令 绝观者 也不对 也就是破这个意识心 止善 入极 之 圣善功能 止善 就是停止这个散乱心 入这个极境处 的圣善功能 因此用意识心 就是永远没有办法成佛 你要进入守能言大定 就是一定要用 真如之心 修行 舍世用根 然此中 根 成四三 差别之处 应变 C 明白 素面一物 素就是希望 不要怀疑 和误解 以见闻皆知 有根性和四性之分 根性 是不分别 虽分别 不做分别想 是不生不灭的 四性 是意识心 是分别心 诸位 根性 和四性 这两个有共同点 是什么 就是精神作用 根性的精神作用 是完全清净的 四性 的作用 是染污的 是对立的 根性是绝对的 四性 是强烈对立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 会吵得不可开交 通通是意识心 一个团体里面 进入无证的状态 大家都和乐 融融 就知道 他的师父的教育 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说 这个团体 章弄不休 就表示 他的亲近 的人 所教育的方法 有待商榷了 你活法没有搞对立的 没有弄到你死我活的 这种情形的 他是圆满的 他是无相的 他是平等的 他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任何执着 是无我的 底下 二 法成境界 有生成 灭成 之一 延期就生 延灭 他就是灭成 的差别 心的影像 也是这样 第三 第六意识 有明了意识 独头意识之别 明了是对境 叫做明了意识 也叫做五句起意识 独头意识 不借重境界 单独起作用 叫做独头意识 比如说 梦中独头意识 定中独头意识 统统叫做独头意识 唯一是云 愚者难分 是以根 那么 愚者是指阿罗汉 阿罗汉还没有办法分 什么是四心 什么根 就是神经系统 还没有办法分 什么是四心 跟 维系的神经系统 很难 因为根是 都有见闻 结知 一个是有形的 是根 一个是无形的 是是 所以根 是 神经系统 有见闻结知 没有神经系统 我们怎么起作用 所以在佛话里面讲 神经系统 只是 先 借重 它的工具 起作用而已 比如说眼的神经系统 眼根 能看的 佛发现 那是 心 在作用 不是神经系统 是借重 神经系统 知道吧 等一下说 因根 是同有见闻 结知之用 见 单属于眼 闻 见属于耳 跟笔 觉 单属于身 知的话 比较广 见舌 跟义 须知道 六根 对六境 如境 照相 本无分别 如果你这个体会得出来 静 就是心的体性 如如不动的体性 本来是通一面静 知道 本无分别的 但是六四元静 则有分别 就妄动 分别的 分别的旁边 要写什么 就是妄动 妄直 妄动才有分别 所以佛法 你摆平了自己 全世界就平静了 信不起分别 天地万物就解脱 没有一样东西 主爱得了你 即此 有分别 无分别 唯根事之分 古得有盈 见闻皆知 无非妄想 此约六四言 又深问善之事 如何是福信 打约 在眼夜见 在耳夜闻 在鼻翼秀香 在舌尔肠胃 在手执着 在足应奔 也就是 哪里都是福信 见闻皆知 通通是 此约六根言 事性是虚妄的 为什么是虚妄 是戒尘而写的 本性不需要戒着尘 是不是 顾名妄想 根性是珍藏的 所以称为福信 古来中门祖师 多重六根门头 见一些人 请前素直 令向眼根能见处 见去 正为一贺 令向耳根能闻处 见去 那什么是见 什么是不生不灭 请前一束 就是这样 请前素直 就是这样 禅宗祖师的大拇指一笔 就开悟了 都是笔这一支 正为一贺 向耳根 能闻处 注意 是能闻处 是什么在作用 是世性在作用 还是世性在作用 是本性在作用 牧兮相否 牧兮就是植物名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贵树 牧兮相否 就是这个贵树的香味如何呢 令向鼻根能嗅处 见去 这个知味如何 令向舌根能嗓处 见去 当突一棒 令向身根 绝痛处 见去 不是善 不是恶 令向义根 正这么实 见去 这是六主讲的 其实很简单 无论是言恶 鼻舌生 也记得 只要不落入对立 绝对的心性就显现 只要不落入对立 跟众生过意不去 就是跟自己的心性 过意不去 你记得这句话 所以大悟的人 是柔软心的 永远都是这样 对待众生的 众生再怎么伤害他 他绝对不会伤害众生的 这个就是佛的心 这等见闻截知 就是本经所显得 唯如来秘因 也就是两根本中的真本 也就是四科七大当中 如来藏 妙真如性 所应取为本修因者 所以我们要做 什么来做我们修行的 依据呢 就是用不生不灭的 清净自性修行 此中所灭之见闻皆知 也就是前五世之任意分别 以及前面五世 同时而起 灵了异世之随念分别 曾有则有 曾五则五 你看都是跟曾有关系 清净自性 无关一成 它是绝对存在的 时时刻刻 大智慧都存在的 凡外前小诸修行人 也知这个善动 有欲修定 必须只知归境 把动除掉 让它归境 成一种内守悠闲之境 不知犹事独头义事 所以说 强迫自己 不要去攀岩境界 主位 那可还是意识心 比如说 有个人喜欢逛街 买名牌 喜欢到百货公司 主位 如果不开悟的人 好 克制自己了 我不去 我不攀岩 没有错 境界 进步了 不再花钱 业述了自己 很好 但是这个是不是本性呢 不是 因为它是用克制的 大陆 大陆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来逛百货公司 到高雄梦时代 没关系啊 这怎么逛就没关系 一看就突然空啊 这东西缘取吗 是不是 专柜 衣服 鞋子 哪样不是缘取的 吃的 吃的以后 会消化 消化 变成大小便 这雾 有什么好处 雾它是有什么好处 是不是 大事它会画小事 小事画无事 所以 如果你雾 走到哪里都一样 看了一个大的国际机场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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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空啊 几万年以后还是一样 一无所有 是不是 何况 我们的生命这么的短处 你哪里看不开呢 因此 勉强自己 克制一下欲望 仍然是意识心 不过这样就不错了 克制欲望 同时可以透视 一切妄心跟妄境 不实在 存在 一个真如自信在作用 那么哪里都是故乡 你就已经是故乡的人了 是不是 所以必须执之归境 成一种内守悠闲之境 不知犹是独头意识 法诚分别隐识 正二根本中妄本 凡外所修之定 宁能处持境界 法诚境界 有生灭之意识 法诚无分无别体 也就是无根 对境 五是其实 有明了意识 以其同时而起 延误成象征